嗨,大家好,我是陳沛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妝 那其實我在前兩天我的Instagram上面的限動就問大家 問大家想要看我聊人生,還是想要看我化妝 然後結論是,兩個票出超近只差幾票而已 多的還是妝,所以我今天還是化妝給你們看 那中間會稍微聊一下我最近的事情這樣 因為我活得真的是非常的自我 我常常沒有在管人家在幹嘛,然後我都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網紅們聚在一起的活動我也都比較不去 我都比較多是在家裡,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我可能是愛人吧 但這可能也不是重點,重點是我一直以來都是獨行俠的狀態 還是我此生最好的狀態 我的情緒憂鬱我覺得也沒有了 然後我對於很多事情也都放得很鬆 可能最近非常的接近神 然後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開 現在身身體都呈現一個超級無敵健康的狀態 能量也超好的 所以我不想要隨便的把我自己能量被影響到 我就覺得自己這樣Hold住一下的狀態是超級開心的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家很好的氛圍可以帶給女人 如果你們還想聽我聊什麼就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說 差不多就是這樣,我們開始化妝吧 我今天呢,畫的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很好學 但是又可以滿顯氣色的一個妝 分底液我用的是這個張元道 聽起來像韓國的名字 但它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這是我的色號 012 就偏白了 因為貴哥說它要撤櫃了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兩支 有點後悔,因為都買同一個顏色 應該要買一個深的 因為我這兩邊之前的痘痘都算好了 但還是有一點痘疤 所以如果是用深色粉底液去遮的話 應該會不太需要再額外加遮瑕 然後亮色了 粉底液就擦在這些重點的部位 我想要妝很淡 皮膚保養好之後你化妝真的很好畫 畫很淡都沒有關係 痘痘 還是有在冒痘痘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前一陣子有點 沒在發東西 因為我換了經紀人 然後 恩 就是在調整一下自己的狀態 我跟我助理兩個人自己在 接 所以 感覺蠻能夠做自己的 很好 然後我就讓自己停下來一陣子 然後 因為我會跟永春 大家可以多關注她的IG 以前跟她是工作認識的 然後 她就是沒有當演員之後 就去美國生活了 但是我們還是會維持禱告啊 聊天這樣子 然後我就前一陣子跟她說 我的靈禮很軟弱 她就跟我說 喔 因為新的季節要到 我們可以為下一個季度 好好的來禱告 然後所以我前一陣子都在預備 就是我昨天不是跟你們說 就是 10月2號是 垂角節嗎 就是猶太人的新年 然後就是 稍微會這個 禱告一下 然後捷徑啊 什麼的 捷徑就是 我連恐怖片也不看 劇也不追 然後就先讓自己停下來 然後 每天就是 大聲的浪誦聖經 然後聽各種主日訊息 跟神真的很親近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平靜安慰 好 我要用這個 遮瑕盤 就是 嗯 好萊塢秘密 好萊塢秘密的遮瑕 這是當我的調色盤 所以才會髒髒的 但我覺得留一點調色盤不錯 因為有時候 這種 留一點顏色 就可以在 海綿的尖頭上面很清楚 做遮瑕 這樣子 但我現在要用比較深色的 這個 來遮我的這邊 有肉髮的位置 好 繼續聊 對 然後 親近上帝之後 就覺得好平安喔 然後就在剛剛 要預備拍影片之前 我就 還是在聽主日的訊息 然後我就 突然靈感大爆發 就對一下手上的工作 有一些想法 因為我其實 嗯 停下來 休息這段時間啊 然後 工作的轉換 然後有一些 廠商也會找不到我 所以其實工作少很多 然後我 然後我財務上面 就有一點緊張 對 這樣長這麼大了 財務有緊張 實在是 有點 覺得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加緊腳步 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但是你如果沒有休息 還真的 沒辦法靈感大爆發 總言之呢 我靈感爆發之後 我就想 把現在 有的東西 都整個在升級 看能不能做得更好 所以 你要給自己一點時間 停下來 那我覺得 像 可能大家會說 平時都很忙啊 我沒有時間休息什麼的 你可以就利用 這兩天不是台風架嗎 那你就可以停下來 然後好好想一下 我還可以做什麼 然後 或者是你就真的 徹底的休息 但如果你有自己的信仰的話 我覺得這個時候 好好依靠你的信仰 會還不錯 那無效社交啊 追劇啊 什麼的 刷手機 拿掉一些就好 你會發現自己時間多很多 然後 你就會好好思考 自己要什麼 或者徹底休息 就睡覺 什麼都不要想 這樣 那 你把你擔心的事情 或者是你覺得可以再 upgrade 的東西 寫下來 然後一個一個去想說 怎麼讓它變個 好 我自己是喜歡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有想要 開一個心靈課程 是因為我已經 有想好怎麼 就是 幫大家 調節一下 心靈的狀態 還有一個SOP 你們可以照的去試試看 但我後來還是覺得 我先暫停好了 遮瑕我要用這個 很好用 他們家 就是都是開架式的 這個 好買 便宜好用 CP值高 可以用很久 所以他們家的東西可以買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欸 我就不打字幕囉 因為我要快速上線 我們現在這邊有個痘痘遮一下 你遮瑕的時候呢 就主要是遮在痘痘上面 以後你就往外擴 痘痘本身呢 就不要再壓它 因為你會遮不住 你就遮它邊邊就好了 然後也不用追求多精緻 因為 它就是一個突起物 你也不可能讓它不見 你就讓它在一個 這個 視線範圍內 看起來是遮住的就好 因為 一般人不會很貼很近在看你 那你越遮越厚 只是讓你這塊 妝更斑駁 所以不要遮太厚 薄薄的遮瑕 它反而可以更持妝 更持妝 不是持妝 好 我現在要用的是這個眼影盤 因為我想要在上面調色 所以它才會這麼髒 就是把多餘的粉往這邊甩 就是我不會吹掉 我用一個極愛用的刷子 03E的 嗯 528 拜託去買 很好用 就是這種扁的大的刷子 超級好用 你先在手上把它擦乾淨 多餘的顏色先甩掉 然後呢 我會沾這兩個顏色 Mix一下 然後就這樣 把多餘的粉這樣甩掉 畫眉毛 畫眉毛 當然因為我眉毛本來就有一點點紋眉 然後霧眉 然後後來我就去打掉嘛 因為太重了 但還有留一點痕跡在 所以我只要照著原本的顏色上去就好了 然後我其實最近沒有那麼喜歡 眉毛的毛竖起來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太兇 然後我的眉眼之間應該算是我的臉的特色吧 所以 嗯 不能太瑞化它 最好是頓化它 瑞化的話會 真的顯得很兇 但我很慈祥 好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就是把這顏色呢 就是多餘的刷掉 大家再去洗手就好 當然不要用大地色 因為我覺得大地色對於暖黃色皮膚沒有很友好 會顯得很暗 所以你可以用 因為我是暖黃 我不是很白的皮膚 如果你現在看影片覺得我很白 那是我打光 其實我是暖黃色的 粉粉玫瑰色吧 加一點這種 鮭魚色嗎 Mix一下 好 隨便就這樣一坨對不對 然後把它剩下的魚粉 往外推就好了 然後 剩下的魚粉呢 你可以畫在這裡 小小的C 這樣可以加強你 眼窩的立體度 兩邊就看起來 這邊比較深邃 這邊比較扁平 一點點改善就好 不用畫很多 可是你看喔 這邊是不是看起來就很自然的暈開了 不錯吧 然後再用一樣的顏色 畫在臥蠶 然後呢 越貼近眼睛 越好 你看很貼近眼睛吧 就是我不是畫在臥蠶那條線上 然後眼尾呢 往 這樣子一點點往上掃 眼睛比較不會太垂 這是一個陰影的感覺 這邊眼睛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再用 欸這個好好用喔 這個是 B.B.I.A 的 眼影筆 臥蠶筆 然後最好要買這個顏色 這是什麼顏色 14號 因為它畫臥蠶超級自然 你看喔 我擠一個臥蠶出來 然後你這樣畫 因為 影片 會吃一點妝 畫重點給你看 一點點的差異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我眼尾這邊是垂 這邊是往上 因為我臉畫 臥蠶都往上 所以就是 比較不會垂 眼睛看起來比較 精神 OK我另外一隻眼睛也畫好了 不刷睫毛膏了 因為我覺得最近 蠻流行的妝就是 不用再刷睫毛膏 然後 如果你還想畫眼線的話 可以眼尾稍微的 畫在你想要的位置 那如果你想要眼睛看起來 往上的話 就眼尾往一點點 往上一點點 然後如果你想要就是 想要勾眼的話 你就可以 往下垂 那如果你想要的是 就是稍微平行拉長 你就是眼睛瞇起來 然後這種刷子 你可以標個位置出來 直接這樣平著 拖出來 然後就照這個位置 你去瞄眼線 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調整你眼尾的眼線 看你要 上癢下垂平行都可以 可是我就沒有想要畫眼線 因為 不畫眼線跟睫毛膏 對我來講的好處就是 我不用常常卸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就不會一直常常拉扯 我覺得可以 減少皺紋的生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也比較不怕 掉妝 或是有一點 暈到下面 因為多少都會有一點暈 可能有一些是比較不暈 跟 很會暈 可是我覺得多少就是 如果你那天真的很熱 或是 就是臉出油的狀況 比較嚴重的話 不免都會有一點暈到 一定是沒有你下眼睛 這樣子來的乾淨 然後呢 我現在 整盤應該都會用這盤 因為我現在 腮紅 要跟眼影呼應 鼻子也壞一點點 我現在選這個顏色就好 我不要mix了 就它 然後一樣的刷子 就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要刷在這裡 好 然後把它暈開 海綿 這樣就很自然的 融到你的皮膚裡了 然後我再示範一次喔 就是 你先用刷子 定點 找到你要的位置 然後我今天是畫在裡面 這樣子我的臉就會很聚焦在這一塊 這邊有沒有很大的 大臉頰 然後 很大的這個 嗯 太陽雪 就是比較不會 注意到 你就會focus上 臉的正中間 就是有點 眼頭下來這個位置 對就是 看起來會很可愛 然後 又不會 因為我覺得眼下腮紅 如果你眼下沒有遮得很乾淨的話 很容易會看起來髒髒的 但是這個位置 夠可愛夠嫩 然後又不會 看起來 髒髒的 啊好好看 整個氣色都上來了 對就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呢就是要用 我最喜歡的 跟剛剛遮瑕是同一個牌子 然後 這是二號 我記得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說 我一直誤會二號 我之前以為二號這顏色 在臉上會顯得髒髒的 但其實 不會 就是可以把它當腮紅再用 因為我很喜歡用他們家一號 他們家一號我放在 隨身的化妝包裡 當作隨時需要看起來哪裡亮 就補一下 那我日常化妝就用這個二號 然後呢 這位置很重要 這邊你一定要上到 這樣子上 有沒有看我花三條線 好再來一次喔 再看一次喔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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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一點的帥開 因為這個位置呢 會讓你的 黑眼圈會有點被遮住 然後 疊加在剛剛腮紅的位置 它不太顯毛孔大 整個妝會看起來乾淨許多 這邊也可以上一點點 這裡 然後我下巴就不畫 因為我覺得我 本人的下巴天神有點太長 所以就不再畫 短臉 看起來比較嫩 口紅呢 我來用一個粉一點的顏色 也是BBIA的 這是 這好像是霧面的 01號 畫在嘴唇中間抿一下 然後擦掉 就讓它有點 剩下來的顏色 巴在嘴唇上的感覺 然後再往外 用手去塗 你可以用刷子 但我覺得 嘴巴附近 用刷子你要確保你的刷子很乾淨 所以 我會用手 漸層感也會出來 但是我整個妝的顏色是一致的 眼影 腮紅跟口紅的顏色就是都很接近 所以即便你覺得整個人粉粉的 可是也不會覺得很跳 這就是 日常妝的重點 雖然我拍的好像有點長 但其實整個過程是很短 很快就可以畫完 因為我剛剛 在上粉底液的時候 在聊人生 對 所以其實 你用這樣子的顏色 上整個臉 是很快又很簡單 又很 好看又氣色 所以你需要用到的東西 就真的很少 就是一般的粉底液 跟你們常用的遮瑕 玫瑰粉的眼影 跟一個膚色的打亮 就這樣子 一樣顏色的口紅 就是你只要這幾樣商品 然後就 維持幾個月 那幾個月的妝都先長這樣 就很好看 等到你膩了 你再去買新的眼影盤 新的口紅腮紅 去換另一個妝感 這樣子 嗯 這樣就好了 那我去換個衣服 來做一個final look OK 我們來靜看一下這個妝 就是 這樣 很乾淨 然後 因為顏色很一致 所以會很乾淨 OK 所以日常妝你要注意 就是顏色保持一致 嗯 不必要的不要疊加上去 做剪髮不要做加髮 最主要是你的皮膚的底要 做得比較乾淨一點 像我剛剛畫比較長時間 其實是在底妝 所以我的臉看起來很乾淨 之後 你再上不管什麼顏色的眼影 你只要做一點點 甚至不要眼線 睫毛膏就會看起來很乾淨 那當然如果你是單眼皮的女生 你會覺得我的五官跟你完全不一樣 那我怎麼可以用你的畫法 但是其實你可以用一樣的概念 就是 顏色盡量簡單 然後底妝盡量乾淨 概念一樣 基本上你畫出來的妝 雖然跟我看起來不一樣 你還是會有一個很乾淨的 這種粉粉嫩嫩的妝感 所以我們沒有要追求長的一樣 可是我們可以追求概念一致 這就是我覺得看化妝影片 你要學到的東西 倒也不是要畫跟他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主題不是仿妝嗎 那仿妝其實也是仿一個妝 不是仿一個人 可是如果真的可以帶給大家 日常好使用的妝 可能會比較有功效 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今天的妝 那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掰掰